驾驶直行突然旁边出现一台蓝色轿车 鬼且要超车 发生洽撞车祸 招式驾驶停在路边 气扑扑下车 走到路中央 原本举起手想说些什么 不过早撞女驾驶没再怕的啦 夺下强先拳先开骂 被骂到哑口无言了 男驾驶还是算了走回车上 事情就发生在台中太平一处路断 当时33岁真姓男子行驶在机车油闲道 违规超车酿成擦撞意外 不过违规在先还想拦车呛瞎 当街就被中气十足的女驾驶骂回去 有民众说肇事者自知理亏才不敢回骂 加上被撞的也不是省油的灯 幸好没有大吵造成交通堵塞 而当时警方到场双方也已经冷静 实际回到现场看事发地点接近学区 上下课时间车流大 可以发现不少车辆也有违规行为 为33岁真姓男子驾驶自小科车 与前方同向游32岁黄姓女子驾驶自小科车 于快车道行驶双方发生碰撞 违规在先还想先呛人 男驾驶讨便宜不成 还得收下恐怕最高一千八百元的罚单 TVBS新闻将至于廖凡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